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为三寸金莲的古代美女 容貌清秀 只是这小脚看得都疼 最小的小脚大约在三寸左右 所以三寸金莲就成了对女子双脚的赞美 甚至成了女子美貌 道德素养的最高素养 也成了小脚女子的代名词 杨翠喜是晚兴著名的明灵 十四五岁出落的美貌动人 富如宁芝 面如浇花浮水 腰如若柳浮风的油雾 三寸金莲更显娇媚 宁门公子李淑桐 在冬入留学前 曾吃恋杨翠喜 随时家人被权贵买走 献给王爷之子爱心觉罗在镇 间接协助袁世凯独揽大权 杨翠喜拥有绝世无双的金莲 权贵更是追捧不已 这让青春妙龄的家人 奈何伦为王立孙商人的小妾 她很爱杨翠喜 为其盖了一个小楼 平时都不准杨翠喜下楼 形同转进 最后家人落得郁郁而终的下场 令人吁吁 当时的女孩一般在五六岁开始缠足 用掌部将拇指以外的四个脚趾 连同脚掌折断弯向脚心形成损形的三寸金莲 疼痛是在所难免的 毕竟这是古代女子审美的一个重要条件 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 当时不管是梁家女子 还是青楼明灵 都必须缠足 以金莲最佳 图为晚兴的贵族妇人 三寸金莲更显娇妆 看着毫无美感 而且妆容也是不敢恭维的 祝 其文解密语言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